剛剛的部分特別注意 我們多了一個就是跟之前講過的部分 可能比較重要 我大概重點提示一下 一就是說那個 如果你有小數點的話 你可以用float 特別注意 如果你沒有float 它變成說如果你用int 它會把小數點去除掉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這邊會多一個 我們多用了一個 就是format的這個方式 做格式化 那它基本上它的邏輯 就是把這個bmi的變數裡面的詞 放到這個格式的位置 格式化的位置 就大瓜糊的位置 所以你會發現它串接完之後的結果 就會什麼 bmi 有沒有 雙引號 另外就是那個 toy 字緣 然後一個換行 頻語 那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後面的換行拿掉 然後就把底下的邏輯判斷到的結果 把它串到後面 那得到的結果呢 才會是我們要的最後看到的這個樣子 OK有沒有 bmi冒號 取得到小炫第二位 然後換行嘛 換行這個地方的換行實際上就靠這個啦 靠這個符號 幫我把這個符號放到這邊來 然後一個頻語在這邊 頻語冒號 然後接下來後面把東西串到後面不換行的話 那就是靠這個 所以這個的話 意思是把這邊本來有個換行 把它去掉 然後就把 邏輯判斷的結果串到後面 得到我們要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OK 所以往後的話 很多地方都會類似用這種方式 把你要所呈現出來的結果 用這種方式把它串出來 OK 那再來的話 接下來 如果這個部分完成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再到下一個單元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要繼續看 雲端白板裡面的第三個單元 回圈資料結構與自訂函數 這地方特別重要 那回圈的話 就是重複做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這個案例好了 假設 因為目前我們就是輸入一個身高一個體重 然後得到一個結果 可是問題如果今天我有一個學校 一整個學校 幾百個幾千個學生的資料 那你總不可能叫一個人在那邊 一直輸入他的身高體重身高體重吧 所以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把他的資料從外部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呢 幫我把它做完之後 輸出的話就把它存在一個地方 比如說存在資料庫裡面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後面要再繼續衍生的部分 就是如何透過回圈 特別重要 那回圈基本上白話講的意思就是重複做 重複做的話 另外會有兩種回圈的方式 一種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重複做的範是有範圍性的 跟Va一樣 那就用Fall回圈 如果你重複做的範圍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他要做到什麼時候 我只知道說當某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你就去做 當某個條件為False的話 你就不要做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所謂的換圍圈 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們接著就要來看第三個單元 那我也會舉一個例子 所以請各位在雲端白板裡面 找第三個單元 那打開之後的話 第一個範例 什麼範例呢 請你幫我把1加到99 OK 那1加到99 如果以前 假設我們用那個Excel來做的話 1加到99 以前Excel的做法 1嘛 那如果說我把1加到99的話 我可以讓他向下Ctrl鍵按住 太多了 可以拉到99 然後呢我可以先拉一個清單 清單到99 有沒有 按Ctrl鍵向下拉 打1就好了 有沒有 他就自動會幫我增號 然後你只要怎麼樣 底下再按什麼 用那個Sigma加總 OK 然後打勾一下 他就自動幫我加4950了 那其實 在Excel裡面是看得到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解釋 你不要看得到 因為城市難學的地方 就是很多東西是看不到的 你看不到就覺得很抽象 但實際上 原理原則是一樣的 OK 我是覺得他Excel好處是看得到 所以有時候Excel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用 因為看得到 但問題是看得到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永遠就用滑鼠鍵盤去產生 變成說你要一直用滑鼠鍵盤在那邊敲 才有辦法做出那樣的結果 可是如果你要重複做的話 你就不可能 變成說你跑 誰跑回圈 你跑回圈 所以有的時候重複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把那個回圈寫出來 他就幫你重複做了 所以我覺得城市最有價值的地方 就是一直要重複 就是要讓他幫你重複做 而不是你去重複做 OK 所以要怎麼樣把那個重複的部分 寫成對一的城市 這個部分是比較困難一點點 OK 另外當然慢慢的你還可以再延伸 其實多久做一次 還有什麼時候自動做 電腦也都辦得到 有沒有 多久做一次 然後什麼時候做 比如說你要抓網路資料 那如果是美股好了 那他半夜半夜才開爬 那你起步是半夜起床 然後你台股又開爬 你又要白天 那白天晚上都不用睡覺了嗎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電腦的話 電腦的優點 就是他不用睡覺 而且他不會壞掉 而且你讓他一直開著 基本上現在電腦 我覺得真的是太太艱固了 像我那個notebook 我買好多台 真的一台都不會壞 已經用了超過十年的 還是不會壞 欸11塊什麼 怎麼這麼艱固 而且很多台24小時開著 也不會壞 我不知道欸 可能 Mac不一定 因為我知道我之前買一個Mac 我從來沒有燒壞過那個變壓器 結果買Mac居然 而且我很少用它 不是很少 可能也許我一直都插著電腦充電 這個當然不一定 只是說還是蠻堅固的 ok 那所以說這麼堅固的東西 你應該就要懂個什麼善加應用 就寫成是讓他24小時跑 讓他去當一個什麼這樣 隨時standby的一個東西 把他的極限給壓榨出來 如果你不壓榨電腦 變成你就要被壓榨了 因為你老闆就要把你當成電腦來壓榨 所以你就要一直在那邊突發令鋼 ok 所以第一點1加到99 二的話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要把這個部分的程式 寫到那個Python裡面該怎麼寫 第一步的話一樣 我現在拿這個當名稱好了 一樣按右鍵 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other 一樣找到module 名稱就這個 加總1到99 動一下 finish 然後cancel 應該沒問題吧 反正以後都固定標準化流程了 然後再來的話 其實如果我們思考 有點像這個excel 第一個我需要給他一個什麼 清單 然後呢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清單裡面的結果 幫我把它全部加總起來 那這個地方當然 我如果用那個 這個Python來寫的話 第一個也許我先產生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叫sum sum等於0 為什麼 因為sum故意是一碼 我要加總的變數 以後的話呢 我要把那個 我產生的那個數字呢 放到加總完之後 存在sum裡面 所以我們後面會有一個概念很重要 就累加 你要怎麼樣把產生的數字 一直不斷累加 1加2加3 一直加完之後的結果存起來 OK enter一下 後面請你打一個for 空一格i in in 後面的話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小瓜糊 以前的做法是怎樣 如果清單的話要這樣 1-2-3-4-5 ok 那裡面呢 你要一直-到99 哇 那這樣不是打到99 太累了 所以特別注意教各位一個方法 如果你要產生剛剛的那個清單的話 你可以調用一個函數叫range 這個range的話 跟那個vpa的range不太一樣 在vpa裡面的range是物件 在這邊是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呢 它的作用是說 幫我產生清單 那產生清單的話呢 你跟他講說我要從1-點 你幫我從一個清單 從1-99 那你99的話 你後面要輸入100 100是停下來的位置 也就是說1是開始 100停下來 意思就是說不要產生100那個數字 ok 後面的話記得加一個冒號 這個冒號就是說幫我去做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寫法跟那個vpa有點像 只是說道理差不多 有沒有vpa是什麼 for i 等於1到99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可能要寫成這樣 for i in range 然後括號1到100 enter enter意思是說 這邊之後你會發現它一定是縮排 在這個裡面意思說 下面就是我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要做喔 它裡面的話就是幫你先把i變成1 再跳回去i再變成2 再跳回去i再變成3 直到99為尺 所以我們知道說它這個i的只會變動嘛 那所以我們可以利用sum的嘛 sum怎麼樣呢 等於sum自己本身加上i就可以了 ok 這個叫累加喔 那累加意思特別注意喔 它會把後面的這個結果存到前面去喔 所以這個等號在這邊的意思是說 把後面的計算結果存到前面的這個變數裡面去的意思喔 不是以前那個你那個理解的數學的那個概念喔 所以特別是我們現在就是先產生1嘛 那sum等於0對不對 所以加在一起變1就存到sum 所以sum這個時候變成1了 那到1的時候呢 如果i等於2的時候呢 那1加上2就存回去變3 所以這個時候sum就變3了 一之類推有沒有 它要把後面存完 那這種方式呢 就是所謂的累加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要累加 這個我在VBA其實有寫過啦 有沒有 其實道理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特別注意喔 VBA可以這樣寫 Python也可以這樣寫 但是喔 其實它還可以另外一種解法 叫sum加等於i 這樣的寫法跟剛剛的寫法 結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這種寫法 就是在Java裡面可以 但是在VBA不行喔 ok 不過兩種方法結果都一模一樣 可是如果啦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實在是覺得這種寫法 還很難記的話 你乾脆先什麼 先記這種就好了 剛剛那個方法不知道也沒有關係啦 真的啦 程式不是要叫你要記一大堆 有的沒的啦 反正你寫正確最重要 對不對喔 你不要說什麼都要記 大概什麼事都記不起來 什麼事都只記一半的 那就不對了 如果你記不起來剛剛那個寫法 你記這個沒關係 ok喔 那好 那最後的話它就累加了嘛 累加完之後最後的話 記得喔把它print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print 記得喔print sum對不對 記得喔 你這個print sum 你不能放在裡面喔 記得一定要放在外面 這個叫放裡面 這個叫放外面 那放裡面跟放外面有什麼差別 我們來rown一下給各位看喔 有沒有執行一下 這個叫做放外面 什麼叫放外面 就是當它全部都計算完畢之後 再全部輸出 那什麼叫放裡面喔 按個tab tab的話意思說 我放在這個回圈的裡面喔 ok 那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呢 知心 你會發現喔 他剛剛做什麼 做一次有沒有 他就把這個i給print出來 有沒有 然後做一次的話呢 又把i給print出來 做一次 又把i給print出來 有沒有 看出那個差一點了沒 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個print 你寫在這個裡面的話 它變成它總共會執行幾次 99次嘛 但如果你假設啦 當然你的效果如果是這樣 當然ok 可是如果不是 你只希望怎麼樣 最後把結果告訴我就好了 執行 就這樣 後面當然你可以在這邊串一個 喔 怎麼1加到99的加總結果 ok 或者是我看 這個程式 計算總和 ok 假設了 我們假設前面可以在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這個 計算總和 然後加上什麼 後面的東西 有沒有 一個敵數碼 就是把4950給放過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因為這個是文字 這個是int 是整數 所以兩個形態不同的話 它就會出現錯誤 什麼錯誤呢 他說 Type L 你這個兩個 他說兩個要把它合併在一起 要把它串接在一起的話 那一定不能是 那則int 它指的就是這個 不能int 請你要把它轉換成 string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在這邊再轉型 這個轉型我上禮拜有講過 轉型的話是怎麼樣 把那個 這個sum 前面再放一個string的一個轉型 這個function 函數 然後把它轉成 這個什麼 本來它是4950的一個文字 4950 那為了要跟那個 前面這個雙 這個字串串的話 要串接嘛 所以用string之後 它就變這樣 4950的文字 然後再跟前面這個串 才是ok的 所以這個 把它直接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樣結果有沒有ok呢 也ok 計算總了 那就沒有問題了 那再來的話 請各位稍微做一個變化 什麼樣的變化呢 當然你可以把後面數字 1加到1000 可不可以 1加到10000 可不可以 這個反正就是 後面這個數字改一下 它馬上就變了 但是 請各位思考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我今天要把基數 1加到99的基數加種 跟1加到99的偶數加種 把它分開來的話 變成說要把兩個輸出 變成說輸出兩個 結果一個是基數的加種 一個是偶數加種 那程式要怎麼修改 特別重要 那你又想說 這個地方 你可能要多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什麼時候才會是偶數呢 就是什麼 偶數應該是除以多少 除以2 能夠余數為0 對不對 也就是能夠被2整除 能夠被2整除 那反之就是基數 所以如果能夠被2整除的話 如果能夠被2整除的話 就是基數 所以可以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先撰寫一個 1加到99的這個程式計算結果 第二個的話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把1加到99裡面的 基數輸出 偶數輸出 怎麼做 甚至裡面的話你可以3的倍數 5的倍數 7的倍數 有沒有 通通幫我抓出來 那這要怎麼做 其實關鍵點就是邏輯判斷 加上余數 OK 百分比 所以其實前面講的東西後面都還會用上 那也就是說慢慢慢慢再加 反正就是把前面所用到這些重點 重要的東西都加進來 那你會發現 它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效果出來 請各位先試試看 1加到99的這個 復迴圈的這個設計部分